老婆和老妈先救谁 民法典教你这么回答 当你的女朋友问你 我和你妈同事掉进水里了 你先救谁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回答呢 如果答错了 可能是要坐牢的 民法典第1005条就有规定 自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受到了侵害 或者是处于其他危险情形 富有法律救助义务的组织和个人 应当及时施救 什么意思呢 如果两个人是情侣 那么救妈妈是法定义务 如果两人是夫妻 那么救妈妈和救妻子 都是法定义务 富有法定救助义务 有能力而不去救助 造成严重后果的 还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所以啊 如果先救女友而不救妈妈 如果妈妈溺亡了 那儿子可能要负法律责任的哟 下次女朋友 要是再问你这个问题 那就把这本民法典筛给她 读懂这本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不吃哑巴亏 它是中国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被称之为民权保护之母 也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 你的生老病死呀 全都离不开它 另外呀 再结合这一本法律常识一本权 里面呀 用生动实用的案例 来为我们讲明白了 民法典当中所有的规定 在生活当中的运用 是民法典强有力的辅助 感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了解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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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